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 SMTC 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年01分57秒 播放流水5B4F77C61B0D1B9421FD7RF2736E5C97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 山东路能3-0贵州横峰流军帅破门提尔将去建工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时长约124-0贵州104-0贵州横峰流军帅破门提尔将去建工 时长约124秒 特别记者王前报道 7月25日 足鞋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 尽管在比赛最后阶段 贵州横峰队基本派出全部主力 但还是在足鞋杯课场被鲁门击败 最终无缘办决赛 而此意更多的影响 过时要在28月才能看出 接下来 横峰队将要做阵主场 迎来关键性的保级分水岭之战,对手正是在列倒数第三的河南戒业,客战鲁能,除了耶拉维奇坐在替补西,爱丽丝直前锋,其余位置的先发球员,基本都是横封目前的主力。 最了解,这一阵容是佩特莱斯库和横绒集团主要负责人,根据现状的共同意见,可见球队希望在足鞋杯有所作为,但实力上的差距显而易见,横封不出所料输掉比赛。 本来,从足鞋杯出局更,利于横封全身心被战联赛,但在这一周,多名主力球员还要面临四天二赛的密集日程,目前,河南戒业绩十二分,在列中朝第十四,仅比身处较急区的大林一方多出两分,假如暂及五分的贵州横封可以在此一群取三分,他们同一帮的差距,可能会缩小到四分。 这样可以一方面拖住对手,令宝极形势越发混乱,再有,也能缩小几分差距,令对手压力大增。 反之,假如横封主场输掉此意,本萨绩宝极的可能性将降到最低,一旦占平,横封会继续举步维艰,剑业队也将彻底陷入宝极泥潭。 这一轮,八股几万元伯利可以踢挂上阵,这名新人此前在训练中出现拉伤,因此缺席下两轮对阵横打和富利的较量。 根据在足阶杯的表现,伯利的防守能力和向前出球水平,还是令人非常满意。 他的到来,有望改善横风禅弱的防守能力,这便为佩特莱斯库提供一张好牌,但假如想要用好这一张牌,佩特莱斯库必须要有所取舍,即在斯蒂夫和马里奥苏亚雷斯之间进行二选一。 而根据球队近期训练,以及配帅的防守反击战术,最有可能散备手气的外援无疑是斯蒂夫。 不过,球员们除了要在四天之内,参加两场高强度比赛,组织核心范云龙还因为累计四张黄牌,对阵戒业一战无法上场。 本赛季在贵州横风,范云龙是取得进球和助攻最多的本土球员,也是球队目前不可或缺的进攻组织者。 此前的足鞋杯赛,已经说明苏亚雷斯今年的状态有所消滑,可横风一旦缺少了他,向前的输领能力便会大幅减弱,此番对战戒业。 假如范云龙和苏亚雷斯同时无法出战,也会使得球队进攻变得更加困难。 从这一角度来说,苏亚雷斯依然有望出场,斯蒂夫几乎肯定在这一战被放弃。 28日这一场较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在前,有机制问题对于斯蒂,俱乐部是否会考虑特殊的奖励措施? 一边激励全对士气,横风集团的主要负责人直言,此事还没有提上俱乐部的议事日程。 不过,一位俱乐部官员闻言后告诉记者,经历上班萨继默的奖金风波,老板现在已经学乖,不会心意向媒体表态。 他所提到的奖金风波,指的是横风上班再寂寞对这一方,有球员将老板在非正式场合下的奖励措施和人意见透露给媒体,随即引起中国中协的关注,俱乐部最终被破处罚球队新闻欢。 感谢观看